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准备 让我们挡起双脚 小船推开光 崔仲三 北京永年太极拳社社长 国家无数起端 祖父崔仪氏 是杨氏太极拳一代宗师 杨成甫的入门弟子 我祖父是杨成甫的弟子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祖父一生当中对太极拳的敌手 那真是应该说是 用现代话说是非常非常的发着用 那简直如罪如释着去追求杨氏太极拳 崔仲三自幼随族复习练传统阳式太极拳 太极器械 太极推手 至今已有五十多年 祖父的严格教导 加上刻苦演练和心心体悟 崔仲三全家动作端庄自然 舒展大方 云缓柔和中 掀饰着清零沉稳 当今流行的传统阳式太极拳 是由河北永年人杨露禅祖孙三代 在城市太极拳的基础上 创编定型的套路 其拳姿舒缓柔顺 飘逸大方 凭正朴实 便于演练 所以深受世人的喜爱 成为在国内外流传较广的太极拳流派 练太极拳的人群非常之大 应该说人也非常之多 但是练哪个流派的最多 一样是太极拳 因为他的动作特别舒展 特别大 一 他特别易于让人们接受 二 他这种舒展大方的动作 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感觉 是特别的开构 然而近年来在一些地方 国学精品太极拳 却成了电影里的招式 和公园里老头老太太的把式 崔仲三对此十分担心 传统太极拳有它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点 有它非常完美或者说完整的一个基础 有它非常规范的动作要求 而且有它非常非常令人向往和去追求的一个套路 那这是传统 那么现在的太极拳 因为社会的不断的变化 人民的思想在变化 生活水平在变化 那么太极拳的形式 是否也可以有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在万变不敌其宗的基础上 那么太极拳能否 引起更广泛的年轻人的喜欢 和年轻人的关注 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年轻人 易于接受博大精深的太极拳呢 崔仲三认为 要想使更多的人认知太极拳 必须提高人们对太极拳演练的兴趣 建立一个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的过程 2007年 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习练太极拳 在央视太极拳基础上 融合长拳 舞蹈 戏曲动作 创编出一套非常时尚的太极操 太极拳仍然是时尚 我经常说太极拳是传统的 但是它是时尚 为什么 它有几百年的历史 就是传统的 它是时尚的 为什么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包括在今天 很多人 包括很多外国人 都来追求的 它就是时尚 我觉得 随着社会的变化 太极拳的内涵不能变 这是它的根本 但是它的动作形式 和传播形式可以变化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编了一套太极操 它有太极的运动 如果那套操给你看起来 可能有些人觉得太时尚 为什么 我们又抛弃了 咱们平常所说的练习服 穿的都是最现代的衣裳 但是这套动作 恰恰是你必须要有 太极拳内涵的理解 才能去表现出 这么八截操的动作 这是难度最大的 或许太极操这种演练形式 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但是崔仲三在太极拳文化 与时代的融合方面 所做的与时俱进的探索 其精神令人钦佩 其形式也受到不少人的嘉许 没事就在这下练 崔仲三兴趣广泛 闲暇之余喜欢收藏 赏玩字画 种花养鸟 数码摄影 颇有文人雅士之趣 特别喜欢的这两条鱼 现在的这两条鱼 因为这两条鱼 刺出水面没出水面 你就想去吧 那鱼肚子肯定在水里 但是呢 它又有鱼头又有两个鱼眼睛 还有一点鱼 小鱼 就跟崔仲那 虚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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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 你说它有 没有 你说它没有 你就想去吧 哎呦 太棒了 万物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中 保持着发展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在于它对时代的贡献 如何在继承中发展太极权文化 使传统太极权文化 迈开时代的脚步 与时尚文化的融合中 得到延伸和发展 这是时代的课题 也是人们的需求 为此 崔仲三一直在努力地探索 他确信 在继承先辈无数精华的同时 只有不断地开拓创新 才能使太极权文化 得到多元化的发展 所以我特别希望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 影响到我周围的人 希望周围的人都能同样有我的感受 它再去影响他周围的人 那么这种波浪式的 这种水门波浪式的这种传播 那真的 等到有那么一天的时候 觉得今天自己又做了一件事 又把太极权告诉了更多的人 希望我们得来连太极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